同学们好,朋友们好,毛老师好 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著名历史学家毛海健先生 给我们做咱们这一次学术前演的最后一场报告 本来应该是黄金桑老师做主持的 因为他对毛老师的研究非常的熟悉 我完全是一个外行 但是由于黄老师家里还有点事,出不开身 所以由于我来勉强来做一个主持 实际上也是个服务 我本来是想有黄老师主持 我就躲在一边当个学生来聆听毛老师的讲座 现在看来还得要做一些牵线的工作 在这里也是像毛老师表示歉意 也像各位同学表示歉意 王老师也是希望我代为转达他的这个歉意 那毛老师实际上是不需要我做太多的介绍 各位都非常明白 我就说几句话 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毛老师应该是说我们 应该是二十年或者二三十年来 中国大陆最重要的近代史学家之一 应该是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这个之一 那也是呢,也可以说是百年来 戊戌变法史研究 在这方面做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入的学者之一 而且呢,笔根不断 到目前为止,应该 我在这里面,我买的一共是五本书了 包括最近还出的 这个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这一个思想 也五本书了 而且呢,本本都别开生命 当然,就这两点加在一起 实际上也可以做一个判断 因为毛老师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中国大陆的 近代,关于近代史研究领域里面的 近代化范式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可以说他的天朝的崩溃 应该说是在一个相对的时候 比较特殊的时代开启了 对近代中国历史另一面的一个新的探索 所以我就说这些,这是我的一个总的一个感受 那今天呢,毛老师讲的这个专题 康有为和弥兵会 事实上是对他 应该是对整个的这个物件变化是研究的 其中的一个侧面 但是呢,应该这个故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饶游趣味也可以感觉到在这一方面 毛老师有很多很多新的一些体会 那我就不多说了 把时间交给毛老师有请 当然还有一个,我们还希望 就是我们要用热线来欢迎毛老师做报告 好,谢谢明方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青年学者 也不年轻 已经快六十了 现在我们现在一说 自己都已经不是老子将至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毛老师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长话就短说了 我也不是什么知名人士 我是一个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做点小学问的人 对我想的话就是直接就说事就行了 第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我这个二十多年的研究呢 主要是无需变法 那么无需变法当中最重要一个人物 就是康有为 那么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康有为是怎么会到政治舞台中心的 就是说 用身份来说 康有为是一个公布的后补组织 他是中国近视的 当然他成绩不一半 他没有进入汉林院 当时的公布组织呢 汉林区一共是有六位 后补的人大概120多位 看了一下那年的那个是近生路 如果他正常后补的话 他十年也补上 但满轮比较容易比得上就是 他平时也不在北京住 他在广州 也到广西的呃 去讲学 他平时主要的任务是讲学 说物学变法的时候 他怎么会跑到北京来 他怎么一下子就跳到政治舞台中心那里去 那么从前面上面来讲的话 他去北京啊 那是可能是港澳商人出资 让他去办理一个巴西滑工的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呢是曾经写过文章 那么现在另外一个文章 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他这么一个身份的人 他怎么能把他自己的意见 一直送到光绪地上 所以这个问题呢 是这么产生的 那么从背景上来讲 康有威之所以有机会去倡导变法 那是因为 德国人占领了焦州外 也就是我们教科书经常讲到的边疆危机 那么1897年12月12号 有一个阎官叫宾科集市中 就是有上奏权的人 叫高穴正上了一个片 他又讲到请康有威啊 到西洋川家米兵会的事情 这个片呢 很早很早 大家谁都知道的 我十多年前就一直看没看懂它 到最近才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就是因为 牵涉的背景实在 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他讲呢 西洋呢有个米兵会 这个地点呢在瑞士国 他的主要的意思呢 就是说给大家排分解难 那大家呢就不要吵架 然后呢 他说各国的王公大臣 以及著名的文人呢 都可以撑加这个会 如果两国之间的 有什么事情要争论呢 在没有开战之前的时候呢 没有开战之前的时候呢 就应该请会里面的人来讨论公断 他我看见了公布主事康有威 这个人的学问呢 很不错 而且有才气 也知道西方的方法 也有肝胆 能不能把商机让他进了米兵会呢 这对中外交涉为难之处呢 是很有好处的 然后他讲到的叫特意遭对关系所长生 等等等等 好 下面讲的话句 就是下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多给点钱 以游历为名 照会各国史层 用事尊重 郑重 说现在时事艰难 所谓请自伪 实则 不必等他自我推荐 这个片 讲了个什么事 第一个要光绪帝召见康有威 第二个总理衙门给钱 还要发照会 第三个 康有威参加米兵会的名义呢 是给游历 那么光绪帝当天就发了一个御址 给总理衙门了 这有没有人家里面来讲的话 就讲了一句话 就说 着和办理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讲 高学生这个时候提出来 派熟悉西方方法的康有威参加 类似国的女兵会 争取国际同情 甚至国际干预 这也可以说是在清朝政府 在绝境当中自我挽救的 一个方法 现在问题就是 类似国的米兵会 高学生副片当中讲到的 那个米兵会 很简单 就是西洋游在类似 那我有一个学生 王元崇啊 我一直在搞不清楚 他就给我查 终于查出来了 这是1892年成立的一个叫 翻译成中文的直译叫 永久合同局的一个机构 那这个机构是什么样性质的呢 就是欧洲呢 长期处在战争期间 拿破仑战争时间长 穿家的国家多 造成的破坏也很大 这个熟悉世界史的人都了解 那么也有一些 有些知识就开始倡导了 和平主义 就成立了很多 我们今天叫非官方的 那个叫和平组织 它非官方形成 那么由于战争不断的发生 欧美各国呢 又走向了世界地步主义的 全球扩张道路 这种反战组织的和平组织 越来越过去化 这个叫永久和平局 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组织历史呢 最早呢 是英国的一个私人组织 1889年的时候呢 在巴黎开了一次大会 90年在伦敦又开了一次大会 1891年第三次大会呢 在罗马上开 召开大会的时候呢 与会者呢成立了一个机构 设在那个伯恩 就类似的伯恩 那第一届委员会呢 是1982年的时候 8月份的选举产生的 这个组织能够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呢 主要是李提摩泰的宣传 1893年的时候 李提摩泰 赛尔康在《万国公报》发表呢 就是米兵会 又名《万国太平大会记》 他就讲了这两件事 他就讲呢是 几十年前有一个著名著名的教室 看到各国呢都是要打仗 要整理军备 所以想办法呢成立一个米兵会 却呢是各国家的君主 或者是大臣 如果有各和其他国家呢 是有 不合之处 请局外治国的人呢 来调解是非 非得亚生的打仗 那么这个会最早建设的时候呢 是英国的教室 现在呢不是英国一个国家的私会了 而成为万国的米兵会了 会中的人每年定期会一次 共商米兵散策 第一次会在巴黎 第二次会在伦敦 还没有什么达官贵人 去年第三次会在意大利 罗马都城 有十七国的大辽先后来会 所以更成立了万国官米兵会 定年之会呢 就在这个月开始了 一共在瑞士国 一共有十二件事情要商量 就是因为他这里介绍的 第一次会 第二次会 第三次会 然后再去查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 这个机构究竟是什么机构 否则如果他不讲这么详细 还找不到 找不到 这个会论的主持人 今天还在 还有一个网页 好 现在已经在 不在伯恩了 因为他有个很小的主持人 对不对 也没什么影响力了 问题是 李提摩泰斯 塞尔康 马比罗 翻译成官米兵 由这篇文章收录到 中东战事本末的时候 再改为 米兵官会 这就是清朝 斯大夫呢 就容易发生个误解 而且 像这样的机构 欧美各国的官员 或者议员 参加的时候 他也不代表 他是一个官方组织 这个组织上 做了什么事情 都是政策设计 那么对 各国政府是没有约束力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 测试片文章的后面 又讲些什么 讲到1891年 第三次大会的时候 他说这一年 世界上有比较大的麻烦 四件事 有八个国家 要发生战争了 其中在讲南美的一件事情 从美国来断 然后呢 讲的是法国和荷兰的事情 也是开了从俄皇来断 又讲的是葡萄牙和英国 在非洲的事情 类似来断 还有就讲是美英的 就是那个渔业纠纷 对不对 请两个大学校长来断 对不对 那么这四个事情呢 都出在去年 本来还是没打仗的 结果都没打仗 这就证明了 米兵会是名言大笑 讲的四件事情 和罗马的世界和平大会 和类似成立的国际永久和平局 没有关系 它是一个美英基督教传教机构的出版机构 这上海广学会发版的刊物 这个刊物呢 以传播基督教教教义为中指 那么和平主义呢 是符合基督教教义 它是一种有益无害的思想 所以李提摩太呢 就是和蔡尔康呢 就有益呢 要宣传 他这里讲的很圆滑 而且国际和平组织 对四端的和平解决有相应的影响 如果那个是读者 如果今天我们要读得很快的 一点点找把那些事情找 如果当时的读者 如果不了解当时国际形势 和四端的那个背景 很容易发生 就以为这个万国米兵会 还能起到点什么作用 还能起到点什么作用 这个事情就是 更重要就是说 这个组 这个会是怎么样来影响史代夫的呢 李提摩太这个人呢 是为了影响中国史代夫呢 他在所有的翻译当中 很喜欢用中国经典 他对译者和尔康呢 要求他使用典雅的中文 结果蔡尔康使用的中文是不太典雅 但是比较比较傲可的中文 傲可的中文 那么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就这篇文章的一开头是 第一句话什么呢 就讲春秋的时候啊 晋国和虎国两国家中 每年都要打仗 老百姓很吃苦头 宋国有个相须的人 比较是跟那是晋国的赵武呢 有关系 然后跟楚国的曲见也有关系 然后呢 因为米兵诸侯治病 然后就采取了一些手段 周灵王的26年 在宋国举行的会 那这就是 前年米兵之难上 然后他又讲到 高祖城皇帝是乾隆皇帝 他春秋到鲁香墨 列国之困移几十年 等等等等等等 啊 顾蒙宋时候那个兵呢 虽然没有全部的停掉 但是中国没有大的战争呢 有几十年 也不能说他没小功劳 他讲古良传等等等等 他不知道这是相须的功劳 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这讲这样的事 所以说 蔡康在把那世界和平组织 用了中国经典当中的米兵的一个词 又用的是宋国大府相须 调解宋楚矛盾 在公元前 五十六年 就鲁香公二十六年 十四国在宋国会盟 然后又讲到了乾隆皇帝 对相须的那个评价 你这样个说法 你虽有利于清朝 对西方和平运动的这种理解 但这种理解必然会造成误解 以为西方的这种米兵会啊 就有点像春秋后期 送过大福相须一样的事 就是有一国官员出面 联络他国官员进行调解和规谋 这是第一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呢 是美国传教士林乐兹的 他讲到了地球米兵会续记 又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讲到了是 俄法同盟 三国同盟 就对要三国同盟 谈到的就是荷兰 比利时 类似丹麦 他们都不是盟国 他们要推英国为盟主 要另结盟 但这个盟没结出来 然后又讲到美国的一个有钱人啊 叫那个是陪哥的 这个人找不到 搞不清楚搞什么人 在美国大报上发表的文章 要呼吁和平 又讲了这 又说了这篇文章 那么1894年的3月 林乐兹和蔡尔康呢 在万公报上面 又发表了地球米兵会议的上下两篇文 前篇文章来讲的话 就说你这个米兵会择了什么权呢 办了什么事呢 你真的是万国都能遵行呢 我告诉你 米兵会是什么呢 就是奉 浩生厄沙之天命 择 择者是天之权 其周流无事之天道 对吧 所持者是天之事 所以来讲的话 这是天不许的事情 天都不许 米兵会怎么不许呢 所以 米兵会的一本意 就是要使地球之上 有和无战 有和通无三 这里他讲的天命 天权 天道 天事 用的是宗教的语言 讲的都是至上的毅力 那我们今天知道在帝国主义时代 没有约束 后面一篇文章呢 就讲到了俄国对 对那清朝的将军企图 和那是英国和俄国之间是 大博弈 对不对 说明俄国呢 现在呢是要 要打我们黑龙江的主义 实际上就东北的地方 法国呢就要准备考虑到越南的问题 英国呢要考虑香港啊 缅甸啊 西藏啊 也讲到是葡萄牙人啊 等等等等 那怎么办呢 他就他就徐徐实实讲 这个米兵会啊 是官方组织 美国也有人提出建议了 他就提出中国能不能来开一个会 成为米兵会的盟主 这篇文章你看了半天 我也看不清楚 这个开一个会也行啊 是清朝政府出面呢 还是李提摩泰呢 民间人是出面呢 他都没有讲 然后他就讲了说 我开这个会 要捕捉万国公法 宣传儒家的得意 还两样 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这个都是报纸上那种宣传 不是一种外交的文件 不是一种外交上的文件 不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事情 而且强调的是 天理的一个事情 我们说李提摩泰 在林约斯 蔡尔康的四篇文章 都在加布战争之前 当时没有影响 加布战争之后 李提摩泰在万国公报上 发表了一个新政策 这个是有影响的 这个是有影响的 这个新政策里就提到了一条 讲到是要开迷兵会 二月是万国太平会 有国有家者各等等等等 第二国私交 应该要将前两倍 然后又讲到 晴与礼可以服人 这晴与礼怎么服人 也是传教士讲清楚 然后讲到西国的 威尔纳之约赐也 中国相助各国 维持大决 共保太平 使得与公贵公法之列 这个西国威尔纳 那这个是比较早期的 离那个时候就非常早 二十多年前的威尼亚会 是梅特的伯爵主持 大国都对他妥协 对那个是战败的法国 拿破隆法国是有点宽容 那也造成了欧洲的转战 可是威尔纳之约 跟外国太平会 也就是讲那个没有任何 如果你没有相应的 国际关系知识 你不能理解他 久经在说什么 最糟糕的就是最后一句话 中国应与相助各国 维持大局 共保太平 使得与公贵公法之列 这句话没法解决 大概李提摩他自己 都说不清楚 什么叫使得与公贵公法之列 这这这 这个 这个 我是没法读出的 读出了他什么意思 1996年的时候 商业广续会呢 就刊客了中东战事记本末 这本书还参与 讲的是 刚刚结束的中日加午战争 他把李提摩泰 林勒之蔡尔康的四篇文章 都放到第一卷 来把李提摩的新政策 还有两篇是康尤为写的 京师强学书局缘起 上海强学会序 这个是登在 康尤为所办的强学报里 他也放到第八卷 这个时候加午战败 整个清朝时代府非常需要外部 中东战绩本末的畅销一时 而又抽两篇文章呢 又是康尤为此期的活动的一个非常得意之笔 李兵会呢 很可能就是用这个时候 在康尤为派那里传开来 那么我把这个头就讲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我不太知道这里的我们的习惯 就是我尽可能要 因为按照两个半小时 这个问题非常大 我尽可能讲得快一点 如果有不明白地方 大家随便记一下 就说你跟我聊天 我这边我也没法聊 到时候就是可以提问的时候提出的 李提摩太宣传了一个西方的一个 和平主义的一个运动 同时用了中国传统文献当中的 主要是左传里面的 敏兵这个词汇 来宣传 那么在中国清朝的 斯大夫当中发生了作用 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 唐才长 唐才长非常年轻 那时候是二十多岁 他是八共生 他曾经到过 因为是八共生 他路过四川学证的徐红居的墓 也路过两湖书院 他跟谭齿同的关系非常好 就是因为跟谭齿同的关系 所以他也就接受了康尤为的学术 那么1897年 湖南学证江彪 创办乡学表 他担任史学主笔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他是二十周岁 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在乡学报 所以这一年的5月31号到7月29号 在乡学报的连续六期当中 发表了长文 叫史学第三 论各国辩通政教之有无公理 这个题目也是二十岁的人才写出来 今天的人肯定写不出来这么大一个题目 那么后来这个是他编上文集的时候 又改名叫各国政教公理总论 这个题目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也就是二十岁的人写出来 他们也就是小标题 第一个是总论 第二个是国会 第三个是教会 第四个是迷兵会 第五个是议院 第六个是君主表 第七个是民主表 然后第八个是军民共主表 汤蔡昌那个吸血知识是非常庞长 许多自信事事而非 这是当时的学术条件所限 也是不奇怪 也是不奇怪 所以说呢是 就这篇文章而言 他主持是讲变法 讲变法呢就来介绍了 西方各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 但你现在来看 总论不了 国会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意思 教会我们也知道什么意思 中间插的是迷兵会 他后面是议院 在后面又是讲师徒的 这个迷兵会在他那里 就是非常非常的 相当于教会议院 国会这样等级的 君主表这样等级的一个东西 那么他这个介绍 他肯定是 这个书的现在都在大家可以看看 这里面是非常混乱 他总是讲的就说 我们这个国家 要挽救自己的损失应该以什么呢 应该以春秋为体 以各国百年来的史称为用 就是我们这国家首先就是按照我们春秋大义 孔子的学说为主体 然后西方最近一百年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拿着来为用 这唐财常设的那个宗旨期用官 你也可以知道这年间在讲什么 其中呢 他就讲到的是迷兵会 他是自问自答的 他说是天生五财民兵用 谁能去兵 那么去兵去舍是中国传统 传统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论题 希望西人有一个米兵会 这真的假的 你是不是远远不客气这些事情啊 今天能不能说啊 请求其朔 动其威绝其里 以却其获 他怎么回答呢 米兵会这东西啊 可千百年神圣之用 对戒起端的时候呢 在春秋 集火供 集灭国 局势起义 这个是春秋供养传里面讲 故与宋相知人 加其手礼 以为文王之善不过此 盖以开国王之访 治万事 而华元相须 米兵之说 有此来 所以呢 是孔子的生平罪恶的事情呢 就是打仗 所以他把他的组织啊 就放在春秋的这本书里面 愣着说春秋无意战 对不对 所以 民贼都夫 对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痛恨 这才是孔教的地传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西方的米兵会 他的理论的根源 来自于孔子的反战事件 这个不 西方有这米兵会不是无来力 是我们孔子早就揭示出来的一个道理 对不对 集火供 集灭国 这个都是春秋 春秋是 公养传领非常强调的反战 对不对 不古不成烈 对不对 那么他这里又 接着就强调到了这个战争啊 造成多大损害 这个兵货 自其权力购置 权力自衡 能兴兴之 所以要凭权力 正能兴呢 就是你别看 因为已经成了米兵会 推广了 他们靠什么呢 归春秋太平之法 西国公法家园 相当古游泰国 有彼此不相公之意 有那个荷兰的奴者 荷兰这个人叫奴者 叫奥狗 我们会讲 奥狗 所以呢 他是那个是欧洲的兵货 做了一个叫平占条柜 这都是春秋的 冰子之 那么唐财长就把那是春秋里的大意 和那个是欧洲的那个 和平主义组织 因为各国的米兵会 混为一谈 他把春秋的和太平之法 米兵之之和以赛亚 和那是格老修士的战争 与和平法混讲 这里面我特别要强调 我在很多时候上课的时候 我们一直也要强调 我们在中国近代 有一个最大的物译 就叫公法 就是美国常教是 同文馆的总教席丁伟良 他把美国法学家 惠顿的一本书 叫国际法原理 意味着万国公法 但是这个国际法 当时因为我们没有词汇 没有那个internet的那个相应的 internet law的相应的概念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万国 就很多国家的意思 不是一万国家的意思 最糟糕的就是 就立成公法 国际法不是公法 没有经过任何一个立法机构 也没有世界上 也没有这样的立法机构 他所以司法 他对各国政府 没有涉及预缩力 这个义名的是唐财长 和一大批晚清读书人 误以为万国必须 或者万国应该遵守的公法 丁伟良不仅如此 而且后面还写的一本书 叫中国古事公法论月 他用周礼和春秋来附会的 更加加深了 晚清读书人对国际法的误解 唐财长这篇文章 就讲到弥兵会的那篇文章 第三的那篇文章 他一共取得了 讲了一大堆 所谓弥兵会所取得 一系列词 你看完了以后 虚虚实实 他就宣声了 就是数十年来 各国尊其条规 避免战祸有36次 那么这篇文章最后 唐财长又讲 英国有个罗伯春 他讲 现役两个法 如果能实行 各国都有的 第一个 就是每个国家派两人 成立个和好会 办理各国相争之案 所派会的人都必须有重来推举 第二法 就是各国把应许的东西写成一本书 应该放在是莫斯科 要不应该上圣子 比特宝和日内网 对不对 大家来约定 然后呢 也可以在巴黎 也可以在华盛顿 这样东西就是都立起来 大家都签订 如果有什么事情呢 就有一个定章了 那么强国落国都可以避免 争端 然后呢 就说是这是 我们是几千年的生生用意 从始终看到 看到一种希望 那个是个罗伯春什么人 我也没搞清楚 那么即便有这个事 大约也就是一个个人的建议 他说那个和好会是没有成 他讲到是 那本 大家定了个调规 法规 也不见记者 对不对 但唐财常是 对 我们今天说他要吸血 因为我们今天的吸血 肯定会超过唐财常 但在当时的时候 唐财常在湖南 是被认为是 最了解西方的人资 最了解西方的人资 对不对 他的这些议论 排在国会教会之后 议院君主表 的论之前 很容易让不了解 国际时事的士子们 以为欧美已经能够 有了能起实际作用的 米兵会之类的组织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在指导思想上 是与孔子在春秋中的 反战思想 是相同相同的 相同相同 那么我们现在进到车 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这是唐财常 康尔维为什么来看 康尔维这个时候 已经形成了大同三世说的学说 按照这个学说呢 这个是孔子所设计的大同四界 那是没有战争 没有国家 全球合一 大同 世界大同 所以康尔维这些门声的 经常会讨论 孔子的反战 对不对 所以李提摩台关于 米兵会的宣传呢 也引起他们关注 由于 康尔维后来住宿啊 今天在那时候住宿 今天大多数全都在 但少量的还留下 有些坎坷的 那1896年的时候呢 康尔维在万牧草堂 当中就说 说了这么聊 像宋静谈到了庆兵 今天欧洲有太平会 就是宋静这个 这开端 为开端 宋静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孟子 告诉夏里面的 有一段重要的讨论 这个呢是 是 有一个重要的讨论 其中呢就是 讲的就是 宋静这个人呢 要到楚国去 那和孟子两个人呢 在石丘相遇 孟子就问他呢 说 你要到哪里去啊 他就说 我听说啊 秦国和楚国要打仗 所以呢 我就见楚王去说 请他们不要打 楚王呢 如果不高兴的话 那我再到秦王那里去说 那两个王呢 我都有所 都所劝过 那孟子就问他了 他说我想知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宋静就讲了 我就说 你们打仗对你们两个国家 都是不利的 这个时候呢 孟子就发了一段 很大的议论 就说 打仗是不利的 你这个东西不能这么讲了 打仗是违反人意的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光讲利 这个事情不行 你要讲到人的这个高度上去讲 你才能把那个战争给结束 这是孔孟之道当中关于人的问题 这段话非常简短 因为他那个是 他的学生是笔记记下来 万部考堂所说 笔记下来 当时用毛笔 他讲的话 本来就只能摘药 就讲这么句话 那这句话的根本的意思 就说 欧洲的这个太平会 就是宋敬的 禁闭 你还讲到的利 打仗不利这个国家 没有讲到人 你讲到人 才是大同 是根本 到98年 1898年的时候 康尔会堪克了孔子改思考 这里面他就把这个是 讲如公送言的时候 就专门讲这段话 他把那个 孟子这一长段话 全都把它抄下来 然后发表评论 他这个宋敬 这个人 讲的 这是装持所称的 进攻庆兵 周行天下 上说瞎叫 所以先下不许 而是强阔不适 此何 最新来欧洲有进兵说 与此相比 与春秋之翼呢 极灭国 善向书呢 向书呢 是相合的 所以呢 孟子也是夸奖他的 但是这个 这个道理呀 浅 虽然不理由 道理浅 所以呢 孟子呢 又稍微的给他 改正了 所以康尔会 这里再次讲 欧洲的进兵会 就讲到就是 宋言的指数 讲到是项虚的指数 也就是说 康尔会认为自己掌握了 比那个进攻庆兵 和进兵会 更高一级的理念 就是孟子所讲的人 春秋大义 春秋大义 我们再来看 康尔会的大弟子 梁启超 他有个非常著名的 那个时候非常有名 他叫西国 学书目表度学书法 他其中就讲到一段话 讲西方国家的 那个工法家 都是一些不义 他持一个空礼来做书 讲了久了 执政者呢 就用了 所以那就成了春秋了 说讲的根据呢 这些时候讲的根据呢 都是罗马和进士的旧案 不是公礼 所以彼此两国 而文言之规相近 强弱之道等等 而处备同的公礼 那最近几十年 又应以避满战事 无虑的一时事 使功法家之习兵贵 予有利益 中国与西人方人交涉 越来越法 也明白这个事情的学者 也多起来 对不对 所以呢 自通尊举 可以把这些战端呢 可以慢慢消灭掉 交耳掉 那么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办法 那梁启超讲的功法家 讲的就是各老学士 西兵会 是由一批功法家主持 这个呢 如果说这些功法家 就是国际关系问题专家 或者说是 他没讲传教士 实际上长大 是多是传教士 有些是很极特的 和平主义者 他也不错 他说起到了免疫战事 他百时事的不用 那就完全错 而且你真的要不打仗 那不是 不是不一下事 能做的事 是政府做的事 那么 这里梁启超所讲的 功法家 不一住宿 成春秋而乱贼聚 成春秋而乱贼聚 这是很大真具 非常真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梁启超这批 不一下死也要做书 后来他们真写 真写他们写过 写过春秋功法 过去功法 但是没坎坎 那么梁启超到了 湖南食物学堂去授学 其中有个学生 非常优秀的 后来是死了 去世 叫李炳 他在学习了 大同三世说的时候 非常非常高兴 他认为呢 中国的薄新啊 我们有这么好的理论 那很快就可以 发展起来 没问题 他就想到了全球 你大同三世说 不是全球一体 那么就担心了 孔孟 大同三世说 讲的是孔孟之道 那孔孟之学的其他国家 他怎么能够进行大同 进行大同 而且 大同三世说 是拯救地球的 这个大同之法 大同之道 那么我们今天要去 救地球了 整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 起点在哪里 就他那时候 不到20岁 已经想到了一个 非常天下大同的一个事 那梁启超呢 就在他的提问当中呢 就写到批言 梁启超就讲了 所谓的大同之道 大同之法 五百言以内 必行于地球 那是梁启超说 这个话的时候 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了 还是三百多年 就可以实现了 他讲 南海先生啊 整天在考虑这个事情啊 每一个细微事情都考虑到 所有的条理都很详细 今天西方人所实行的 大概也就是 就是康有为所考虑的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还有 康有为所考虑的 还有百分之八十九十呢 还没有实现 我梁启超这个人 我跟着康先生那么多年 我都没有全搞清楚 先生九云下 为什么呢 不是说密不可靠 他说就 康有为认为你们这些东西啊 要穷师隶属 出内旁通 自修自正 这个跟王阳宁的强调 也很相似 对不对 所以他就说你们 这些人啊 就要好好的去多想 对不对 不要误会什么意思 先把西方人的那个 富国学 和左智所言 你增加点建议 然后呢 你再把那个旅用片里 大道之行 这段话非常非常有 苏都卿是一个字也被放过 那主席讲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大同怎么样来实现 至于你讲到的起点 西方怎么样来实现大同的起点呢 他就提到一句话 西方人讲到的迷兵会 大概就是一个起点之一 这个事情来讲 你就可以知道了 他就说 梁启超 梁启超西学知识 在当时认为是好的 但现在来看 是非常糟糕的 非常糟糕的 对不对 他说他认为是这些 呃 左智书研啊 李运天啊 都有相同之处 他是把西人的那个西兵会 就是 米兵会 当做大同山是说 能够通讯西方的 一个一个证据 他这么来判 除此之外 没有 他们大多都是在介绍 大同山是说的 是福代学书 文字非常有限 那么从有限的文字当中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几条 第一条 康有为其地址 关于西方各国的和平组织 就是米兵会的知识 是建立在一大堆 似是而非的资讯基础上 他对非政府组织的 这个性质是不了解 他的很多内容都属于想象 这第一条 第二条 康有为其地址 用中国传统的概念 来解读西方 和平组织的 那个米兵会的活动 还有一个等级观 就是春秋大义 所惨发的 革命思想 是最高等级 就讲的是人 各国和平组织和 其实实的理念 讲的就是不利 第一档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他关于米兵会的这两点 第一个米兵会是什么 他没搞清楚 第二个特别米兵会所讲的的东西 又跟中国传统的 孔门之道 相比较 都是无极 两点都是无极 那么也就是在这两个误解之上 康有为一派 就做出了相应的 政策设计 1897年秋天 康有为的地址 欧曲甲 在资金报上发了一篇文章 叫变法自上自下意 这篇文章 关注的人不多 实际上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他就披露了 康有为一派 例行变法的基本策略 这篇文章 康有为本人应该看过 欧曲甲呢 讲变法之道有二 一个呢 叫变次于上 一个叫变次于下 什么叫上呢 上呢 我们今天用不准确的 政治学义概念来讲 就是国家 就是从政府的层面 中央政府的层面 来进行改革 也就是彼得大地的改革 和日本民主运行的方法 所谓自下呢 就指的是社会 就是康良的办报办学这东西 鼓动民心 让大家都知道一些新的知识 来推动辩论 自上这一册里面 欧学甲写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这话非常简短 叫倩史成于列邦工会 立二十年太平之约 选学士于列邦教会 明春秋太平之志 这里的工会讲的就是米兵会 这里的二十年和平之约 大约是宋国相须一般的盟约 这里讲到了倩史成这三个字 应该就是派 诸如康有为之类的人才 康有为这一派人很有意到国际舞台上 与各国的使者进行一番交流 用孔子的反战思想来指导列邦工会 这里所讲的那个是列邦教会 就是指欧美各国的天主教 新教族教 这里所讲到的春秋太平之志 讲的就是大红三世说 这里想选学士 选的还是康有为在帮你 康有为这个时候呢 有意想成立一个有国家知识的孔教会 这国家知识的孔教会呢 能够与西方各国的教会进行对等交流 并传播一下春秋太平之志 那么欧学甲的这个说法呢 文字很简约 当时的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我去倒点水 好 我们接着说 那么 1897年的11月 康有为来到北京 这个时候呢 德国呢正是因为潮州家案势强占了 我们今天青岛 斯大夫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 那时候就是康有为也有朋友非常重要的上书 也就是他自己叫上清帝第五书 提出了个全面改革的主张 康有为这上书当中就想到了 各国兵机已动 会议已分 一级派才望重臣 文学辨识 分由各国 接其议员 自开新报之馆 入其弥兵之会 散布论议 耸动英日 我以为用这样的方法的话 很可能可以缓兵 这个时候康有为有连阴连日抗俄抗德的项目 他这里讲到的文学辨识就是当中本 他这里所讲到的迷兵之会就是高学生所讲的 类似过的迷兵 分由各国散布议论是活动 耸动英日 是其目的 也就是说 争取过去同情甚至过去干预 康有为的这个设计 表明了他无知于当时国际形势 和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政策 也说明了他受到李希摩太太误导 走了多么偏的路 这个是这套是不行的 这样呢 康有为他自以为是满河涛略 但是他觉得自己的主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办法上达天地 无数是上书 只有一个上清帝第3书是成功物 那么是体制 他的官职是公布后部主事 官职是公布后部主事 那么他所有东西应该通过公布来代证 他就把那上清帝第5书交到公布去 公布不给他带着 不给他带着怎么办呢 美京当时就有传操本 今天不像今天 有各种各样传播工具 那时就是操码 后来呢是大同艺术去堪坷的 由于在那个是澳门的清报和长沙的相报也都坎坷出来 就上清帝第5书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就背景讲完 现在我们开始讲实际的出了什么事 也就是高学生怎么会有这么一个 1897年12月11日 毛老师打扰一下 PPT好像没动了 这里没动吗 我们这边 我这里面好像没动 其他同学那 我这里是在动 你那在动是吗 沈美奥你那呢 我们现在看到第19张幻灯片 第19张 对 这是我现在这里是第19张 这里为什么不动了呢 您您您在那个 点一下看看 往下拉一拉 这动吗 好像没有 我这个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还是要退出一下共享 就是共享重来一次 你用那个鼠标点 点了 点了 那怎么会没有呢 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 我要把这次共享再来一次怎么样 那也行 那你刚好大家一起休息一会 那行我们这样子干脆就休息一下吧 好吗 那个这样 好 我现在就是共享 然后再共享屏幕 现在能看到了吗 刚才那个您看您再调一调看 还是第19张 还有第19张 我现在是第24张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我就把它全部都关掉 因为要是不动的话 马上告诉我 因为我这边不太清楚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两张 我以为您那边没操作 后来看您往下讲了 然后还没动 估计出问题了 要提醒我 因为我讲都是最简单的 因为口语 应该有个什么办法呢 就是 就是 现在好像 现在是第24张了 我这边我看不见了 您看不见 对啊 我这边还没有了 这个 应该 我这边不知道 我在自己自己没有 好 大家看看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这个 我这个我的PPT在什么地方呢 您或者是不看这个程序 您就直接就是在您电脑上 屏幕共享以后您就 直接在这电脑上用这个PPT 不知道行不行 你不用看腾讯会议的这个 你就看他 把腾讯会议最小化 没有会最小化 但是我这边的PPT就没有出来 我现在还没出来 没有出来 或者是这样 或者您把那个PPT发给神秒 让神秒点 您讲让神秒呢 根据您的那个一个一个往下点 看这样行不行 这我也可以 我马上发给你 但是我怎么发 我用email发给你 对行 您就还发到那个邮箱就行 嗯 看来这个线上啊 还是有这个咱们 这个公平还是不那么利索 经常出问题 这个不能怪 怪那个 怪我那水平台 不是 它这个系统是有问题的 就是它用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不兼容 老是这个 但有的时候它还挺厉害 挺灵敏的 我是上一周跟学生上课 有个学生 那个大概多讲了几次 动态清零 结果它把我那个会议室给关了 这就不是我们所谓解决的问题了 说说他有的时候他很灵敏 有的时候他也很笨 师妹我发过来 你收到告诉我一下 好的老师 你收到了 收到了 所以当然你帮我 你帮我打开吧 你就看我讲什么地方 你自动就帮我 帮我跳跃吧 好的好的老师 你打开我可能我能看 我能看 我可能我这样 我能看见我自己 还是还是不熟悉 我们在学校上课是用Zoom 在澳门大学上课是面对面是吧 没有Zoom 面对面当然 Zoom Zoom 用Zoom来讲的话因为有一段时间是不能线上上课 他那个系统可能相对比较稳定一些 邮件我刚刚下载他说这个文呃演示文稿有点问题 那我再发一点 是不是因为打开了 你有问题你直接跟我说 如果能看到跟我说一下 好的老师 我刚刚换了另外一种打开方式也不太行 我试一下您新发过来的这个 那么十秒你你发给我呢 我这边也试试 嗯好 我又发了一遍 刚才因为呃一个问题就是 我在发的时候是呃 这个文件是在所以打开的方式 嗯 哎还是不行 毛老师 或者您把PPT输出成PDF形式 试一下呢 毛老师用的是这个沃的文档是吗 没有我是PT呃 这是PPT啊 PPT应该PPT 这还是打不开 嗯夏老师我发给您试一下 你你发到我的邮箱还是 我发呃 呃您用哪个方便呢 因为我现在这个微信没在电脑上挂着 你哦 发到我信箱吗 好 这个这个非常效果 因为要如果的话 我原来篇文章要要重新再做 就非常麻烦 那倒是 好那就这不是一个 十秒还没还没发过来是吗 呃刚刚发送 刚刚发送那可能会不会是有一会儿 我这个哦来了来了 我来看一下啊 我这边没问题 我我用另外一个邮箱再发给你了 呃我这我这没问题 啊我就能打 那你先让你先让你再看 我来我来试试看 我这边来试试看 呃看一下 我这看见了 哦看到了 能看见是吧 嗯 完全提醒那现在是到20 你现在打到19页吧 如果到第19页 我们就从第19页 我简单把它讲一下 不然的话就大家听 是29页啊 好嘞 那第19页啊 我看看是要 如果您看见吗 是全屏 我能看见 您看见 放全屏啊 放全屏吧 啊 好这样呢 是不是好一些 啊 这是19页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啊 各位同学生对不起啊 因为这是这是一个技术 最主要因素 太熟练 他又讲的是 康有为的学生 刘中林 王决论 欧曲奖 他们在执行报当中 发了很多文章 这些文章的最基本点 就是说 他们对西方的 和平主义组织 离兵会知识 是建立在 适时而非的基础上 第二个 他们是用中国传统的观念 去理解解读 西方的和平主义 而且有等级观念 那么 他们这两点都是错误 在这样错误知识上面呢 他就进行的是一种设计 叫至上和至下 至上就是使用的 中央政府国家 皇帝 至下指的是社会 帮我们翻译 这个翻译怎么不动呢 那可以了 是这个是吧 对 那么那么是领导 亲自翻译也不太好 没有没有 我不是领导 我是您的学生 我乐意孝劳 那么 这个至上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就叫 倩史诚到列邦工会 历二十年太平之约 选修是到列邦教会 明春修太平之治 这个工会就是指的是迷兵会 这里的二十年和平之约 大概就是相须这样的事业 这里讲的史诚 实际上就是派康尔维 这个人去 对不对 康尔维他有意到国际舞台上 与各国使者经营相交 交流 用孔子的反战思想来指导 列邦工会 也就是迷兵会 这里的教会呢 就是天主教新教教会 这些呢 我们就今天 就不再强行说了 那么这个事情 要扩扩扩扩扩帚的 这个说法呢 文字很简约 就这么几个字 当时没有引起注意 好 我们再翻译 到了1897年11月 康尔维到了北京 这个时候 德国正好占领了青岛 史大夫的反应 非常激烈 康有为就上了一个 后来叫他上清帝的第五书 提出了一个全面改革的主张 在这份上书里面 他就提到了一点 就讲各国的兵机已动 会议已分 应该派 才望重臣文学辩士 分由各国 由其议员 自开新报之馆 入其弥兵之会 散步意论 耸动英论 他说我以为 如果这样去做的话 可能可以缓和一点兵士 康有为这个时候呢 是有连英连日 抗议抗德的想法 他这里提到的文学辩士 应该就是他本 这里提到的迷兵会 就是和高学政府片里面所讲的 设在类似国的那个迷兵会 分由各国散步议论 这是康有为的一个活动 耸动英论是他的目的 就是争取过去同情 甚至过去官员 那么他的这个设计 明显的表露了 他无知于当时的国际形势 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对话政策 同时也说明 他是受了李提摩太之害 走了一个很偏的道路 那问题还在这一点 看有位上书黄旭帝的渠道 一直不畅通 他自以为满佛涛略 但是没法上他天天 他多次上书 只有一个第三书成功 按照他体制呢 他那是功不后不主事 应该由功不来代证 他这个第五书呢 功不不给他代证 京中的是有传招本 后来有堪客 放翻页 那到了这里我们就讲到 刚才讲的就这个重点 1897年12月11日 军机大臣 总理衙门大臣 户部上书 翁同和 突然到了康有位的住处 南海会馆 拜访 康有位在一年以后的回忆录 我死当中就写到了 他说我去拜访了翁同和 而且也写了封信给他 说我要回去 说这个时候叫冰河 冰河只是北方冰洞的 那是不海湾还封冻的 准备18号 实际上就是当天 就是11日 准备走了 行李都上车了 昌叔来留行 第二天 即使徒高宣忠就推荐我 请召见并加清闲出阳 昌叔就翁同和在皇帝面前 多次的事来 强烈地赞成我的意思 然后就封止交易 这里面讲到就是 他去拜访了翁同和 投以书翁同和日记没有 他说行李上车 这种夸张的说法 他说话都非常夸张 他说长书在上 利秤字 这就是翁同和乡 方雪地推荐 看后来在私处当有相近和相同说法 他说事的长书利建于上 愿的相国建于上 我后面会专门说明这个事 这 长书来流行 这件事 经刊本的翁同和日记 当日的日记里没有记载 但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学者 也是我们人民大学的教授 孔祥就到美国去看过这个本子 他有非常重要的发现 也就是说光绪23年 11月18日 也就是1897年12月11日 这天的日记是重新改写的 其中有半夜日记被减去 另外一半是补贴了半夜 有明显的补贴了 所以联系到康氏后来重烧这段日记的事情 翁氏此日的行程 应该是朝见了光绪皇帝之后 并没有像日记所说的副总署 发罗斯电 而是前往 轩南的南海会馆 去拜访了康有为 进行了肯谈 我们再帮我翻译 已经过来了 翻译了 那么我们现在讲 这个看本的日记呢 已经是减去了 也补贴了 还有破绽 他讲上时上早 小小的休息一下 出城 副总署发罗斯电 散 就讲的是军机处散值 上早 因为军机处每天的早朝 是早上五点左右开始 早可能是七点钟 这一般的最晚就六点就开始 小休息 那么他一般散朝 在京区处的方月馆 就在农中门内 我想下了 他们都很熟悉 出城 就是要内城 出往外城 总理衙门在东单排楼 东堂子 如果从军机处处 总理衙门不要出城 他为什么要出城 应该是出了宣文 从内城出了外城 对吧 去了南海会馆 南海再到内城的 总理衙门发电报 所以这里面就是 出城两个字 也说明了 这有修改 为什么要见 康有为 翁同河作为当朝 最大 那个时候 他是全市最大的一个人 就是德国强占 焦州湾之后 慈禧太后光学帝 用甲午战败的教训 不准备跟德国开战 就派翁同河和张英环 和德国公司海静 进谈判 德国呢 早就有占领焦州湾的想法 但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还需要跟德国协调 跟英国也在协调 所以海静在谈判的时候 拖延时间 不要把自己的真实目的 讲出来 不过呢 没有说过奇迹 他就把这个案子 当作叫案来出 不是他以为真的是因为叫案 他根本 这件事情是德国根本叫案没关 他本来就要打 就是要拿下京岛 对不对 所以他准备的方案呢 跟过去的交案是一样的 道歉 赔款 承败官员 然后呢 德国撤军 归完焦州湾 工具翁通河的日记呢 谈判呢 是 10月20号开始的 一个谈判了十几天 和海静的商谈 另一项条件 这六项条件里面 基本上都是 就是道歉 赔款 执犯官员 但六项条件里面 没有一条 撤军 工具翁通河以为 这事情 我都同意您的要求了 那这事情应该结束了吧 他就写了个问答 这问答呢 就是备忘录 就是 当然谈话的时候 大家的谈话记录 备忘录 工具翁通河在日记里讲呢 就那天 12月6号 遇忘录 前日所遞的问答 东朝有办得甚好之遇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 工具翁通河说 你前天遞来的 那个外交文件 备忘录 慈禧太后看了 说办得好 这就是他就受到了 慈禧太后的表扬 棒翻译 可是这时候呢 海军态度就大变了 为什么 他俄国和德国的交易 已经进到一个新阶段 所以呢 他就不谈撤军 也不谈贵国交换 工具翁通河在觉得 事情会比较技术 11月11日 我们把这个日记 现在的全部把它写出来 就是改写了 在这样的日记 情 风子 大寒 找路 就这样 到军医术团 外职一 建客三起 建客三起 跟光绪黄帝建了四十五分钟的面 明发 两道玉子 论交事 光绪帝说 慈禧特后讲了 看了赵慧 非常委屈 说你们这些人 不能整伤 怎么把国家遭受 如此大的侮辱 工具翁通河 他觉得我个人是 溃毁无地 然后就说 这是怪不得我 现在各个国家 都是合谋来害我 德国今天所允许的 后天就要翻 这不是口声能解决得了 不是口声能解决 那就在打 识多疾愤 童鸭劣质 于是不敢不倾吐也 善时善早 小汉 出城 你把这个场景呢 你就可以看到那天 八十二十四 翁通河那天受到了 自己太后 这个人 一方面 从海径台判受困 受得欺负受死 然后又被自己太后冤枉 他一肚子委屈 就一下子就发作起来 这个人平时的时候 是非常讲大臣气度 无中风度 地私态度的 做什么事都是 非常注意自己的身份 这天是 这一起剑起是四十五分钟 所以说呢 他一肚子缘起就发出来 以至于同列 旁边的军事大神 看着他都觉得很奇怪 所以他在这个激愤的情形下 出城跑到了南海会馆 与康有为去私会 他们谈什么内容 谈了很长吗 讲了什么 今天都不知道 康有为只讲了一条流行 就是翁鹏哥的讲 你不要回去了 你先过去 在北京待几天 结果第二天 高学生就上了 这个副片 请令康有为 湘西路西洋 迷兵会变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史料就到这里 从逻辑关系而言 这个副片 是他们两个商量的结果 应该是两个商量的结果 这点不是我个人的想法 大多数人 那么如果以这个死生处地 来看翁鹏和翁鹏的内心 赶到完班无测的时候 派康有为出席 类似国的迷兵会 争取过去同情 甚至过去干预 就像过去三国干涉 还聊一样 能不能各国来干涉一下 这是有意无害的一招棋 可能是妙招 也可能是贤棋 对不对 无非就不是花点银子吗 对不对 那就是给高学生 副片上讲 后给支付 从高学生这个人的经历来看 制裁结构来看 他是不知道类似过 还有一个迷兵会 我们说高学生的副片 是康有为自己起草 什么自己起草 而且那是经过了 高学生或者翁鹏修改 我有两个证据 第一条证据来讲的话 高学生就讲了 现在是时间难 所谓请自为死者 不必带其之见义 这句话点出于 此际的燕昭公世家 不谓的语言 王必欲自事 先自为死 这个典故实际上是自见 把自见改为他见 那你没有 本来没这个事嘛 你他见为什么 要从自见的语言开始讲起 你本来你就讲这个很好 就完了 你用不着用这个是 所谓请自为死者 这个没有必要的 所以那这就是修改 第二个 康有为在我死里面 将有一个加倾斜 高学生副片里面没这个内容 高学生副片上昼以后 光学生的一直下达以后 康有为这些人以为大事告成了 发电告诉了梁起操 那是在湖南 15岁 这个电报里面一句话叫赏物品听闲 游历各国 主持迷兵会 这加起来是四个字 是高学生副片里面没有的 那么也就证明了 这个原来他起草里面有这个东西 因为不知道 高学生或者翁同学 把这个内容删掉 游历这明明有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事情出现了以后 郭文豹得出了一条消息 郭文豹是跟康粮关系非常好 他讲现在欧美各国文字日静 又经过多数多数大战以后 各国讲究军政的都花了很多很多力 但 把钱也多 兵力越来越后 打仗越南 要一打仗的话就会准备很大 所以西方的进化家 那是这个词 是后面在用的 就是有万国弥兵会的会议 今年八九月份 奥斯玛克家的会员 已经传击到东亚州的各国 一起加入这个会 我能管收到京友南海 高里成 高里成是他的字 改建 改建基石中 有时建言 某月某日上车了 请中国简派 这知泰西诸国实施之人 赴欧洲各国同路词汇 并密保公布主事 南海抗议为终于此论 闻 总理衙门 以风之意习 其详细行形 龙探明在高 本管 很可能是下证力 经历 很可能抗议 奥斯玛加是奥匈帝国的 匈牙利语的英语 该会的会员已传机 他讲的那十五报上 又登了一篇文章 叫迷战机 这篇文章是由古城征集 日文翻译 他翻译成 翻译从东京日 东京日新闻当中翻译 东京日报翻译过来 那么东京 这个十五报上是说了什么呢 讲到了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署章 迷战者出了 万国平革会 就集议 现在呢 澳国干会员某军 等级东方亚洲 传到本管 这个本管就是 东方日新闻 说红色之会 万国工业会总理 亚首斯南 澳国平和会总理 博尔达斯多多尔德尔 禁机 什么什么什么 不管什么人种 不管什么国民 不管什么教派 不管什么宗旨 大家都来协助 地球和平之会 一起来进行礼 帮我翻译 那么欧美各国都有平和会了 主张是你暂时说 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要讲 好 我们就告诉 日本的高人杰士 和其他东方的 君主 贵族 郑家 学士 大家爱出一笔之力 共享此举 也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在 国文报上讲到的 澳国该会员 这里又讲到了 红色之会 外国工业 澳国平和会 什么性质 语言不详 但很容易让清朝斯大夫相信 今天马上要践行 我当时查了半天 也查不出来 这个会 就是日日 东京日日新闻里面 这段话到底什么 后一段话 一下子把我搞懂了 他讲啊 最后一段话 讲这件事情呢 是地球之兵的战争 保全人类的 各国妇女啊 也对这个事情很有信心 我们也继续望各国妇女 如果有战争之举的人人君子 各个素女民软 请报姓名 到澳国哈尔曼 斯特尔夫 这个城 这苏特尔娜家族 政府家的一个城堡 这个城堡 现在还在 我在地图上还看到这个城堡 苏特尔娜是一个著名的作家 和平主义者 他发起了奥地利和平自由协会 他自己当人主席 他是欧洲 众多非政府和平组织之一 奥特尔娜呢 这个人呢 他联合另外一个人 给日本的一个重要的报纸 他是写了封信 宣传和平里面 事务报翻译了以后 国务报就理解为 奥斯玛加该会员 不是内事国的 奥斯玛加的会员 不是那个会 对不对 所以他就讲 把内事国的那会员就相混了 苏特尔娜这个人非常有名 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 第五届 他后过很多的 和平荣誉 帮我翻译 已经翻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高学生讲的 高学生讲的就是 是否特意遭队官机所长 伤中国 伤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辅制 以游历为名 造为各国使臣 光绪帝是没有去召见抗云 下了个词 就组合办 那么这个组合办理这道遇址就给总理 衙门的大成就出了难题 清朝这个时候 他在英国 俄国 德国 德国 法国 美国 日本 有公司 当时的国家没有那么多 今天将近有200国家 当时的国家也就是 重要国家也不超过十个 我是读外交文件相对比较多的一个人 各国公司管总理衙门之间的公文里面是没有迷并会 这个时候总理 衙门大臣已经多达到十一位 这十一位大臣当中有两位外部姿势比较好 第一个是李鸿章 李鸿章担任过北洋大臣25年 长袭奉朝廷殖民办理对外外交事务 另外一个是张英环 担任过驻美公司 对李鸿章而言 也就是一年多前 1896年 出席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 签订了中俄秘月 以后又访问了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六国家 妙就妙在什么时候呢 他在访问伦敦的时候 他去真的参加了是米兵 看在第二天台乌斯报上 因为蔡尔康还翻译了 他讲到8月12号 1896年8月12号 李中堂在伦敦 万国太平会 也就是中东战事基础本末第一篇所说的米兵会 有一个人来拜见李鸿章 李鸿章因为这件事情很忙 很忙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邀请就接受了 告诉贺政 贺政是贺德的地 说我很愿意参加这个会议 但是我有很多事 但是早上9点钟的时候 我有几分钟可以来参加 你们怎么样 千万原谅 然后呢这个米兵会的会动呢 就非常非常高兴 对不对 就请他来了 来了以后呢就是没有宣寒 就让那个秘书啊 就把我们米兵会的宗旨啊 就把它读在 就跟李鸿章去读了一下 把翻译 米兵 李鸿章参加的米兵会 是众多的国际和平组织之一 那前面我就不讲了 那翻译也讲了 他是在伦敦城里的 蔡尔刚他说 这个米兵会就是那个米兵会 你这个就混淆了 李鸿章呢 他作为是特派 全权措施大臣 这个呢是大使级的 那时候大使级是级别非常高的 对不对 参加了盖会的活动 大概不到半个小时 那么他不代表清朝政府 是以个人身份 米兵会呢就讲了 我们这些人要想干嘛 李鸿章就非常宣寒 说你们干得好 这事就完了 那么 张英环呢是第二年 也就是高学生见证的 那个 张有为的那一年 出席了俄国维多利亚女王 登基60周年庆典 访问了俄国美国 德国法国四国 刚刚回到北京 张英环留存的各种危险当中 没有任何的 可见他是不关心或者不知情 现在好了 高学生腹片发酵到总理衙门 那总理衙门大城可能是一头露水 也是后给辅制给点钱 这也就算了 关键是以游历为名 清朝是派国游历史 清朝是派国 赵汇各国史臣 这就与康有为 以个人身份出反完全不同 游历这个名字 英文应该做什么 怎么写入赵汇 各国什么意思 各国是不是所有的邦交国家 康有为是否授予了合纵连横的外交权利 向各国政府发出召会 康有为就有了官方生活 他的所言所行 将代表清朝国家 比兵会这一类非政府组织 而且在欧洲 美洲非常多的 他怎么来接待这个 宣讲春秋大义的清朝 官方代表 这非政府组织 他怎么来接受这个清朝官方代表 各国政府 怎么来接待这个 具有官方身份 没有官方授权 却要耸动英日的清朝游历史 以当时的国际关系整治 和外交官吏而已 以当时清朝面对的 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压迫而已 不过康有为真的派出去了 总理雅文怎么会这位思想超前呢 要讲到世界大同等 这个纵横家 在各国的所言所行 他怎么来负责 所以这样子下来 总理雅文就没办法召会各国 也没有办法向米兵会判出游历史 这事情就拖了 我们现在就是讲一下非常重要的题 翁同河对这个米兵会是不了解 他当天的日记当中讲 高玉死血争保高游入内典米兵会 交总署组合办理 讲的是瑞士 翁同河入即为瑞典 一个是阿比斯山西路 一个在波罗的海西岸 相距甚远 文化也根本不相同 这不是把河南误成河南 这是把河南误成云南 有这么远的距离 而且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清朝最高等级的外交官 他在不经营之前 他对西方的欧洲的地理的历史 完全不了解 能犯这么大处 但是皇帝毕竟下了个玉子 叫卓河办理 对不对 很可能皇帝对这个事情也有兴趣 也有垂形 那中里衙门就是拖了半天 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高学生府便下来了 一个半月以后 四多天 康有为收到了中里衙门 总办张军的封来信 约他第二天 到总理衙门去 有面群事件 那1898年1月24日 也就是光绪24年正月初三日 康有为总理衙门大臣 李鸿章 翁同壳 龙鹿 廖寿恒 张英寒 见面 康有为 康有为他自己写 他写下什么呢 翻译 他就讲 问变法之谊 龙悟就说 祖宗法不能变 那我说 祖宗之法 一直正祖宗之地 祖宗之地都不能守 怎么又不能保护祖宗之法呢 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 祖宗之法就没有 就是总理贵皇家 中主上就没有 廖壥后就问了 怎么变法 要变法力 关制为先 李鸿招就问了 六步都策了 哲力可不可以策呢 她说 应该是用 制定新的一统制法 对吧 都应该策 不应策就策 不能策的话 主要改定 翁桐文婚问 怎么样搞钱 说日本有纸币 有印花税 法国有印花税 印度有填税 对不对 制度要改什么 然后他就大讲 法力渡资学校农工商 矿政铁路游信 社会海军陆军 对吧 他还讲了我现在有日本辩证考 大体的辩证考 一直下午三点钟 一直谈到黄昏 两个多小时 三个小时 共同和日记来讲的话 也写到 长康有为道主高谈时局 以变法为主 立制度局 这句话非常重 制度局 新政局 练民兵开铁路 狂胜 灯后归 非常非常累 孔祥纪老师 孔祥纪老师是已经去世一年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业者 我们都是很尊敬他 他讲了狂胜这两个字特小 很可能后面补上去 他看到原件 张一环当天的日记者也讲到了 对不对 他讲了就说 一开始是三个人接见 一个是李鸿章 一个是翁同和 一个是廖寿文 他和龙路是两个人 后来出来了 龙路先走了 我回西堂料理 问他 问他就是我们讲 先讲过 被忘录 三个人的记录 有详乐之别 大体上是对的记录 也就是说 这次没有去谈高学生 也没有去谈米兵 谈的是变法 谈的是变法 这次会面是康有为人生的大短辰 上翻译 根据康有为的说法 这次会面以后 翁同和就告诉康有为 让他把相关的上书 书籍呈上 那康有为说是翁同和 告诉了张英环 张英环告诉的康有为 那么按照当时体制 公布后补主事 你不可以向中理衙门 递交上书和书籍 中理衙门也不能带走 也就是说 此次会面了五天之后 康有为就向中理衙门 递交了大事群公开制度 新政局成 也就是非常著名的 上清帝第六书 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 是其变法的纲领性 提出了大事群成 开制度局 设代招所三大建策 同时也提出了 中央设法律 税计 学校 农商 公务 矿政 铁路 邮政 造币 邮里 社会 五倍 十二局 在各道设新政局 在各县 各县设民政局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 叫改官制 按照今天的观念 叫制度改革 这份上述 让中理衙门感到很难处理 一直割了40天 到了1898年的3月11日 中理衙门上述 等等 他讲 我们去查了原来所咒 西洋的迷兵会利益虽善 难当两国争论 将自开国 会中既有迷兵之论 并无迷兵之权 近日土西之战 土耳其和希腊之战 不能先是迷兵 是其民政 这个总理 你看这里面 他也讲不清楚 什么叫迷兵会 也是稀里糊涂就讲了一谈 但是呢 他还好 所以说呢 他就讲了 该吉思聪请令公布主事 康有为相机落会一节 应勿用意 这个很正确 如果真派他出去的话 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为该吉思聪称 该原学士延长 苏星西法 曾等当今传令 倒数面刑 居该原陈地调成 恳请戴奏 等等等等 他有一个评价 没关系 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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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里最重要的评价 城内所成 与多切药 就说他们是看过这个东西的 他们讨论了半天 放了四十多天上去以后 有一个评价 与多切药 所以他就带走 好 我们翻译 上去了以后 光绪帝又下到诱子 让总理衙门 妥育 举 就上清帝第六书 也要妥育 举 这案子就出现了 戏剧区的转变 可为长期谋求 给光绪帝上书 通过如此如此 反复的过程 终于实现了 这个时候离高学生 见康有威去 瑞士国 川家迷并会 整整过去了三个月 之后就剧情就渐进高潮了 3月31日 就上周第二天 康有威又递交了 一串 俄比特辩证记 陈书成 就第七书 还有一个俄比特辩证记 4月17日 中里亚门 不 康有威又向 中里亚门递交了 一个叫 写旅大 尔西部旅大 密奇联姻日 不要同意 这个 一个调程 好了 一日到4月23日 也就是上 这次上周的时间 就短点了 大概20多天 还有一个就几天 康有威就把这两 中里亚门就把 这两个 两个成书 和一本书 进城给 光学院 5月10日 康有威向中里亚门又递交了 就意传日本辩认考成书 并进城 泰西 新式染药 列国变成新生剂 还有 请召那个是 经济特科推广 生酮 生酮碎氏片 碎科氏片 和日成变成考 泰西新制染药 列国六十变成剂 这个时候 低了两个折子 三本书 三天之后 中里亚门就把 这个折片 三本书 就递进 一开始从40多天 到了10多天 到20多天 到10多天 最后就三天就低下 这个时候康有威一共收到 光绪帝一共收到 康有威各类商书五件 自助书籍两本 他人书籍两种 由此就知道了 康有威变法思想和政治思想 来 光绪帝就命令内府 就是五音店他们的拨人 把康有威所有的商书过超一遍 编为三卷 提名为 杰式上书贿赂 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能知道的 非常重要的文件 康有威在 户序时期的 所上的 上的 执片 那么 杰式上书贿赂 这杰式 这两个字 谁定的 应该是 光绪帝对康有威评价值 他没想 康有威上书会 他讲的是 杰式上书 所以 戊戌变法大幕 就因此续续拉开了 康有威就开始扮演了 最重要的角色 这里我们就看到 朱立扬的处理结果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再去看 怎么来解释 翁同和推荐抗疫 因为我在这个研究 杰杰后对这个 米兵会这个案子的研究 我在很早的时候 就开始关注 一直找不到相应的材料 大概到现在会近十几年 这文章是 写的时候几个月 到想了十几年 在考虑过程时 我就在考虑 翁同和有没有推荐过康有 所以在这个事情呢 就有种新的推论 新的解释 那么根据翁同和的日记 他向康有威明确表白了 对康有的恶感 他是在1898年5月26日 这天呢 翁续第一要求他 说康有威所尽之计 再写一封过来 索敬之书呢 应该是日本变封 为什么再写一封过来 就是因为他当天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份书呢 送给了刺喜太后 送给刺喜太后以后呢 就没发回来 没发回来以后呢 光绪对对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他想看一下是日本变得好 那叫你再写一封呢 翁终说和说 我跟康泽人不枉人 那皇帝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枉人 他说这个人拘心叵测 后来是 后来这个事情 是拘心叵测这件事情 翁统和恒代的大弟子 也讲过 黄帝说 什么意思 他写给他看 黄帝说 你为什么 以前不说这话呢 翁终说 我最近看见 日本变尸考 日本 孔子改尸考 所以我知道 第二天 光绪皇帝又问问同和 你的康泽的本书呢 问同和仍然是说 我和他报完 光绪皇帝就发怒了 这不行啊 你就呢 然后呢 就说 那这样子吧 我们让总理衙门 命令他再进一本 总理衙门再进一本 这件事情来讲 光绪帝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 就是如果说 命中理衙门再进一本的话 要形成预纸 要写一个纸 写一个胶片预纸 这个胶片预纸 是人人都知道 光绪帝不想让人知道 然后呢 上就 光绪帝不同意 就让翁统和 你去告诉张英环 让张英环去传统 翁统和就问的是 张英环这个人天天见面 你为什么不当面说呢 光绪皇帝的脾气很大 对不对 不行 你这个 就要翁统和张英环 张英环说 那时候是见张英环很多 他为什么呢 很可能张英环跟 跟光绪帝也有说法 你这是你给我讲 我这边 怎么说呢 翁统说 翁统说是军机大厂 所以他回来以后就告诉张英环 张英环就住在那个 离那个是 伊核源很近的一个地方 他一个地方 来源所欲见 那么这两条记录可以看出四点来 第一个 光绪帝和翁统和之间讨论过 而且翁统和对他的评价是正面的 这就叫前耻何以不说 那前耻 这就跟你相反了吗 对不对 第二个 光绪帝看过 总理阳门进城的上书和书记 他评价是正面的 为什么评价正面的 你再写一份 再写一份就说明他自己评价 第三个 翁统和说跟康尔维不往来 他隐瞒了 他隐瞒了1897年12月 11日在南海会馆的会面 第四个 光绪帝让翁统和告张英环转告康 这跟康尔维这个说法是一样的 就是他渠道 就是翁统和告诉康尔维 告诉张英环 张英环在报告康尔维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特殊推论了 1897年12月21日这些日记他已经剪贴了 如果他确实是见了康尔维 如果说是1898年5月26日27日 他说是因为看来是孔子改字考 康尔维居心婆子 这两个都是真的 那翁也已经健康 比如说他借用高学生的抚片 建议康尔维去参加迷兵会 他曾经向光绪帝介绍过康尔维的变法事情 因为他们在总理安门见过面 在总理安门推动康尔维的上书书籍代咒 那康尔维不满的人很多 当时愿意带走的人 大概三个人 一个是翁童和 一个是李鸿章 一个是张艺 其他人估计不太同意这件事 但是三个人都很重要 所以大家就不反对了 时间什么呢 就1897年12月11日 他那天见康尔维 1到1898年5月26日27日 就是说他说 我跟康尔维报往来那天 翁童峰扯的这一做法是不是伸张 他没有用明确的保举康尔维 以大用的言辞 这些词论他肯定 而且翁童峰做的从来不怎么做事 但他实际上已经帮助了康尔维 进入到政治舞台的中央 到后来 许志钦 保举康尔维 光绪帝当日宣布召见 他已经做了铺垫 不然那许志钦 保举康尔维 他知道谁是谁 但是子谦已经听过康尔维 翁童和的说法 已经看见过康尔维的 竞争的调整和书籍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三个人到底怎么说的 康尔维认听翁童和推荐 他讲的是藏俗上 历绰之上 吃日 ban 都讲的是南海汇馆相见 高学生吃日上证 对不对 然后又讲 康尔维又说翁童和 跟官学提交康尾的思想 他也讲到的 翁以无言若咒 约日常书桥也来人 尚及遍法 他讲的什么事情 都是讲的五大僧会见 那么 他讲到的 利见于上 又讲到以无言若咒 翁同和不会对张英环说 张英环也不会对 上吉利称子 利见这些东西 绝对 翁同和的脾气 是绝对不可能说这话 张英环也知道公共的规矩 也绝不可能说这样的话 对不对 所以说 长俗途巧也来 这句话真的 剩下的都是 康以为的自我推测想象 靠不住 那么好 再来看 1898年6月15 翁同和68岁的生日 被罢明 我刚刚过完68岁的生日 我现在跟翁同和罢明的年纪差不多 也该差不多该下台了 当天就发现了 生日快乐 我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68周岁的太老 那么就是这个发现的上运呢 是确实是光绪帝的朱笔 这个东西都在 决策者呢是慈禧太后 虽然是光绪帝写的 但实际上是慈禧太后的运势 文字里面没有谁的抗议 那四个月 到十月 四日 无需正备两个月以后 光绪帝又下达了个朱笔 叫翁同和 这些歌词永不虚论 叫地方官严家举手 这几个词真是光绪帝写 上运党里讲到的是光绪帝朱笔是什么呢 讲翁同和受都以来 福岛无方 自家五年 蛊惑开训 以致国会收尾而不可收拾 今春又密保康永 今春又密保康永 这八个字是 光绪帝自己写的 下来讲 那个冯朱玉理论来讲的话 马上就扩大 翁同和受都以来 福岛无方 这是一案有的 从未将精益大一票 而以性情是五万等物 不是沉缩 往往的借斯基的产生 加古战争怎么着 对不对 办理主义等等 京春历程变法 密保康永违 为其才 胜一百倍 亦在举国之庭 等等 那么你现在来讲的话 京春又密保康永违 八个字就变成了 京春历程变法 密保康永违 为一财 胜一百倍 亦在举国之庭 康永违撑变 被我自己 硬性的乱包本分 这这就加出来的 这都是加出来的 那帮我翻译 那么我们现在就讲 京春 这个京春是什么意思 京春就是指 1898年 武大臣接见以后 5月23日 将康永违上书 之前 就是指 应该指这么范子 密保 密保这个字 是光学区的自己写 那应该是 就是介绍康永违 变法思想 也就是介绍康永违 在总理安门会面的内容 和上书的变法内容 几三天以后 这这个 这不对啊 这说10月7号 不是12月7号 他新闻报看上了这个 这个内容以后呢 他就在讲 浮读感替而已 他没有做争辩 到了1899 99年的 12月20日 这事情来讲的话 过了一年 应该错了 应该980 七零再发了一个福尚语 下令就撞拿康粮 又谈了这个事 讲 而康永违和力见康有为 便有奇才圣成百倍之语 所以等等等等 保中国不保大清 等等等等 这一道 这个时候呢 自己太后主要是要抓 他们的康永违两起潮 光学地的地位呢 就已经发生动摇了 他一年前相比的文字相近 里面有几个字改了 密保改为极建 那密保要有保单啊 什么密保 组织打不下了 然后就讲 就讲那个所有的事情啊 都跟翁同工直接挂钩了 翁同工和这些罪名加起来 那就比较麻烦大 麻烦大了 所以说呢 三天以后呢 翁同工看到这个东西呢 他就在日记写了一大段自变的话 他翻译 他讲 集康涅为翁同和集界 有其才圣百倍之一 读了以后我非常非常的感到震惊和警惕 这个后面 如果我翁某人还在场的话 我就不会让康有位这个混蛋 道行律师献皇如此 我倒反而因此还获罪了 只有自己怨啊 这段日记跟康有位 跟翁同工的性格很不相 翁同工每次都是讲 我自己做的不好 皇帝讲的对 这是他翻过来的 这段日记载当中 翁同工强调三点 第一个是康有位近身之日 但是光续地周见康有位 是6月10日 是翁同和罢免或者次日 翁同和是6月15日不被罢免 翁曾经向光续地说明过 举行破测 那是5月26日27日的事情 第三个 如果翁某人继续当政的话 一定会阻止康有位的猖狂 所以他在这里面日记他就没有讲 1897年12月11日到1898年4月13日 他久见有没有健康 所以他这里就讲到 极见这两个字 他没有回答 此后不久 翁同和就开始重新检查自己的日记 对自己的日记挖补啊 增山啊 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个他自己的写 我这几天都在看日记 看了很烦啊 等等 我们最后来讲最后一个问题 好了 这个事情全部结束 我们再讲一下余想 高学生见康有位入民兵会无教而终 事后有一些余想 第一个余想呢 就是张之中 张之中写了一个重要的 物学变法实习 写了一个重要的著作 叫劝学篇 劝学篇他就讲 第一个呢 我是针对康有位的邪说 第二个 我是针对保守派的余说 两派都是持一篇扭论 这康有 那个是张中 后来给他的一个 很有写信的事讲 这本书的外本篇 第十四篇叫非迷兵 这非迷兵来讲 来讲的话 就讲今天啊 非常聪明的人 看了十四啊 非常麻烦 打仗 打手锅都没办法 所以呢就提议 创西国迷兵会 以保东方太平之举 这里的自己之事 应该是讲高血真 和 工头 他们只有情报 这是尤其无聊 你糟倒霉吧 对不对 向须迷兵 紫旱都去说他 你这个东西 胡说八道 拥笔住 今天的环球各国 谁能骗得了啊 澳国立迷兵会有多年了 他这里讲到澳国 那么俄国打普尔七 德国人打了阿州 那是非洲的事情 因为英国又攻埃及 英国又攻西藏 法国又打马特加斯加 那个是西班牙打古巴 你没有听说 奥地利那个迷兵会 里有当鲁宋联 德国占兵 占我们江州 俄国又占了我们旅顺 你就问到各国征兵船 各国家兵船 征雄征船 没有这个到底事 今天世界各国交际 大国 小国和大国交不同 西国和中国交不同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是小国 我们是中国 被大国和西国欺负 对不对 你要真的参加迷兵会 谁会跟你讲功法 对不对 就是这还要自己靠自己嘛 对不对 就讲了这么件事 那么这个 缺习片是具体著作 它里面有两个重要人物中 一个叫孤鸿明 一个叫梁敦彦 一个留学英国的 一个留学美国的 这些人的外部知识呢 应该高于康良 他们在文中 成迷兵会 甚至是澳国 澳国要么是奥地利 要么是奥兄弟国 看来他对国际和平主义运动 和相关组织也不了解 他的文章主要是批 康 对不对 但他看清了帝国主义列强 全球扩张的态势 他从基督来讲 西方列强 不可能对中国讲功法 讲迷兵 是非常精准的判断 政变以后 张志东就命令他大幕聊 两顶峰 说我们当年 缺习片里面 专门骂抗友的话 你会再出来发表 那上海的声报就登了一篇文章 其中关于一条 非迷兵篇内 今有创意 陆西国弥兵 以保证 此与无聊而召回 此底康有为去年 愿骗钱 给骗关闲 忘意游了 陆迷兵会的笑评 这个呢 就是说 不许去是对的 但康有为的动机是骗钱 是骗个关系 这个 这个也诛心之论 对吧 康有为 康有为是不了解世界情况 他要到世界去 我们翻译 还有一个人在张炳 就是张炳林 张太宜 他在张志东的幕僚幕府中 他也写了一篇文章 叫《迷兵男》 他讲的是 世界打仗打得太厉害了 有一个人呢 讲义 张爱琴 我来迷兵啊 就是一个小孩子 大家也都会称他是最高的能德 这是没关系的 相续呢 就是俱二行事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宋元呢 一文 这都是 宋元一文的事情 是都建于那个是 庄子 当时七国的时候 大家的兵力差不多 所以说呢 那还办不成呢 对不对 以今天的兵甲 跟西方各国来讲 实都不当一 对不对 西方各国不会给我们讲迷兵的 也不会迷兵给我们中国 就是说 就像一个道 有所决裂的时候 哪会考虑其他东西 如果这个 你这个道 对手 也拿着刀 他可能不拿 对手如果是小鹿 小子 那恐怕还是抢了吧 你就是在庄烈的 一室 你就是指九天之士 没什么用 对不对 张文秉玲呢 他是讲古文经的 他在十五包认知的时候 跟梁启超 麦孟华 之间发生冲突 后来是梁启超的 梁启超弟子把张太炎 狠咒了一顿 当夜逃回杭州 那么张之冲知道要办正确报 听说跟这个人文章很好 又跟康良不是一头的 所以呢 就把他照到幕僚里去 再来办报 这篇文章很可能就是为签学偏袭 但这个文章啊 讲的是向须送年的事 也没讲西方迷并会 仅仅讲义里不能战胜强权 赤精力敌才给他们 他没讲到练兵 也没讲到自强 所以这篇文章呢 就没有被张栋东采用 张太炎后来就收到自己的文集里去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张太炎为什么会写了这篇文章 你要了解这个背景 还有一个人物 叫沈真哲 戊戏政变以后 康有为梁启超 王兆逃到日本 抗广呢 杨生秀 谭志同 林旭 杨类 刘光帝 六君子被杀 然后呢 是宋波炉 张英 环 许志清 许伦柱 李丹芬 陈宝征 江彪 宋徐林 黄征宪 王锡潘 李悦磊 张元基 翁同和 吴大臣 监后被革 监管 这个沈真哲就开始 感到这个形势非常不好 所以在1899年的1月12日 写信给他一个好朋友 叫王燕威 王燕威这人在军机张英 他说我读了个招书啊 看到词恩浩荡 海内的人士啊都很感激 康有为的平生的纪念啊 就是专门靠名流 专门骗显幻 下面骗那些学生 如朱龙生 朱龙生就是 我可能会讲到的 文替都是 都是当年是 都是自交啊 对不对 那么文替他是财官 他可以上述 对吧 朱龙生来讲到以后的著作 他可以出坑过来 你中部康有为 你不能一手一掩 掩上天下之墓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有变奸之士 有可能 因此啊 不能显示出来 这些人就可能倒霉了 在数量也讲不清 听说他有人物表一册 专门在海文 我的名字啊 也带着人物表之内 还加了什么底肌之鱼啊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证 如果有这个证 你告诉我一下 天祸人国 生此妖物 这个妖物骂的就是康有文 卓翁 卓翁是李文田 经常莫为他耗子经 李文田 把康有文骂他 是耗子经 我今天春天 出北京的时候啊 就告诉朱公 这个人不要轻视 最好让他错阳 可是没有人不信啊 对不对 他不能得军的话 他就不能成立了 对不对 错阳少 错阳也不要给那么多经费 让他在外面困着 我们翻译 没有了 对 这个名流啊 就讲朱一新 也包括沈正哲 简欢讲的是 呃 沈正哲因为丁母有首次 1898年春天就出了表京了 这时候在张智栋的 两户书院里死去分教 这个12月28日的招书 指的是当天的上誉 梁广总督 谭中林 在康有文家中 抄出了信函多件 送到了北京 朝廷就下了个子 查阅原姓 背影列之词 连篇了一度 其往来信件千人多人 超成 正成宽大 不愿深究朱连 把原姓都烧掉了 对不对 反正本刹陈子什么 但大义手来 不要为他所获 一定过失去 沈正哲1888年 与康有文的定交 这个时候定交已经十年多了 对康有文的言行多有欠见 他们两个人往来信件很多的 对不对 今天我们还能看到 这一道正成宽大的那个誉址 让他非常感激 能表一测 就康有文讲 办保卫 他里面有一个名单 京官对这个事情很紧张 怕受牵连 沈正哲长期担任总理阳门中心 他出京前的时候 他春天出京 他对高学生健康有为自骗 他是知情的 他是里面的人 对不对 他得出个什么结论呢 我早知道这个家伙不是好东西 应该出点钱让他搓羊 去穿加迷兵会 然后呢 在经费上 要设点障碍 让他在国外受困 他以为既然不能受制于光息地 也就不能猖獵 好 我今天的报告讲了很长时间 时间很长 讲了两多小时 因为 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故事 我们的历史 不是那种非常 按照一种轨道去形式 那历史 经常是 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户序变法 他就是这样子 户序变法就是这样 他用西西叶的偶然因素造成 我们从这个故事看得很清楚 就是 欧洲有一个人 发起了和平组织 经过里提摩泰的 激安溜的瞎宣传 然后呢 康有位以为这件事情呢 可以办这个事 然后呢 告诉了翁同河 翁同河呢 处理危机呢 处理能力太强 然后呢 又去 让高学生写了个普遍 高学生写了个普遍以后呢 这事情办不成 最后就康有位到了 是中理阳们说了一下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说完了以后 最后 又把康有位的上书给 递给光绪地理 由此开始了 我们 白日维新的一个壮丽视频 由此开始了 我们这国家当中一个失败了 但是重要的 一个静待化政治改革的常识 我就说这些 谢谢大家 大家有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毛老师的这个 讲证 因为时间 已经到了 六 六点一刻了 那个 我就 我就不多说了 我说几 我先说 简单说几句 我的这个体会 因为毛老师在咱们国内外学界 是以史实重建大师著名的 今天大家应该能感受得到 我们很有福 能够清零毛老师 就这样的一件事情 如此的一步一步的 这样的层层深入的推进 最后给我们呈现了户区变法 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 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一开始你看到这个题目 你可能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 特别引人注目的 不过就是康有为和弥兵会之间的 是不是有什么一些关联 有些思想或者有些行为实践 但是没想到毛老师会通过这个事件 揭示了是另外一个 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 形成了一个最后导致了一个 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 户序变法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怎么说呢 各种各样的这个文献 当然也一部分他借助他的学生 对外文文献的一个检索 相关的这个帮助 我们可以展现出就是把里面的蛛丝马迹 把它给这个揭示出来 然后呢形成对这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 一个进程的一个勾勒吧 可以说是叫草蛇灰线 浮迈千里 我觉得这真正显示功夫 而且呢这是马老师已经想了 不是一时三刻的 而是已经有了十几年的这个思考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功利的一个展现 功利的一个展现 所以这是一个我的一个感受 第二个呢就是 这是一个过程的一个重大 实际上那个毛老师在这里面 好像也没有完全这个局限于 对这个事件啊 对这个他的这个原貌的 他的这个过程的一个揭示 实际上呢我们从这里面也感受得到呢 毛老师对这个事件的性质 以及他这个事件最后失败 为什么事件为什么最后会失败 情况很重要的为什么会失败 也有一个判断 一个判断 那我想呢从头到尾的时候 整个讲座里面 毛老师特别那个经常提到的一个词 很频繁的一个词啊 就是一个误解 误 就是呢对这一个外部的这个信息 实际上是有误解 就当然这个误呢有的时候 是提供信息者本人有一些错误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自己本身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还有一些偏差 也导致的哈 对这些就对这样的一些来自西方的信息的 一个误解 然后呢导致在这个过程里面又出现各种这样一个失误 所以说啊这个误打误状最后导致这么一个事件的一个产生 那误打误状 那么既然是个误的话 这里面就有可能会涉及到对这个性质的判断 因为毛老师那个最近出的那本书 就刚才跟大家说了哈 那个是关于这个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这个思想的里面 毛老师我记得宠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一个一套东西 就是叫贸易兴恐 所以说毛老师对这个物学变法的他的这个指导思想 就他的整个思想 当然尤其也可能也可能涉及到哈 对物学变法运动的性质 因为我自己猜测哈是不是有一个判断 就是这个这个改革这样的一种思想 看起来是西方的实际上不过是还是中国传统的一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 就对物学变法的一个判断 那么今天通过对弥兵会的就是他的这一个 对西方的弥兵会的哈 这一个整个这个信息的这个传播 以及呢康良还有他的一帮子人哈 对这个弥兵会的哈这样的一个理解 我们都能是不是感受得到 这个信息扭曲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既然建立在一个信息扭曲的过程之上 在这个过程之上 那个非常偶发的哈 导致这么一种改革 那这种改革到底应该怎么看 但也涉及到对抗有为本人的一个评判 虽然说哈后面那个毛老师 他那个用的是余想 一关于弥兵会这个余想哈 用了这个张志东啊 还有张炳玲啊 还有这个沈森植啊 这些人的讨论 但毛老师实际上也说了哈 就是他不见得会同意 这些他抗有为就是个骗子或者什么 但是呢如果把这些后人的这些评论 就是把后面的这些人对弥兵会或者 那如果我们可不可以是不是也能挪移到对于物学变法的 就抗量行为的或者抗有为的哈 他的这个判断呢 我不是很确切哈 也是想那个求证于这个 呃 毛老师 我要问的 就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哈 就是说 毛老师今天哈 通过这个过程的重建 呃 由于是不是哈 进而会和他前期的 对那个物学变化思想的这样一个讨论 然后对物学变化运动 这个整体的这个性质 也有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 不同于以往的哈 那种正面的一种肯定 啊 而是带有一些 怎么说呢 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哈 那个 有批评性的哈 这样的一个 呃 一个认识哈 呃 谢谢呃 是您方啊 呃 第一个 不需变法 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 首先第一个 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这不用说它肯定是正面的 这个国家来讲的话 它需要这样的一次改革 但是这改革为什么不成功 那我们要说明 就是改革者本能有问题 这个国家不改革 这个国家不进步 只不能接受 我们今天探讨的不是讨论 康有为本能 是好人和坏人 在讨论我们这个国家 为什么每次改革都不那么倒霉 这是历史学家要揭示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只说说这个好好好 那坏啊坏啊坏 这不能都为我们成为一个历史 最后的一种 最后的这种东西 就没有教学 中国这一代的每一次机会 都是被措施 从鸦片战争开始 到辛亥格 后面的事情不在我的研究范围 每一次机会都被措施 就是有原因 中国应该走个什么路 从世界大势来看 是清晰的 或许是不这么赞成 金氏之用啊 这个东西没用 从明代就开始讲金氏之用 对不对 传统的经验不一定能救中国 要学西方的东西 这是我这个比较坚定的一种想法 但是也从来没变过 上大学开始到现在都没变过 问题是要说明 你明摆着摆在那里是对的事情 为什么就是不成功 我后来就讲了一件事 我说我是上海人 从近代开始 上海就是中国的方向 这个道理很简单 拿上海那套到中国的事情 那死定了 中国的成功的人 一个是中国方 一个是毛泽东 都是湖南的 江泽人干不过湖南人的 中国的事情就要是湖南的办法来办 后来我在很年轻的事情 会篇文章 就讲到这个事情 在中国的近代 湖南人要么不说话 湖南人一说话 全中国都在听 就是说你这个事情要办起来 要有一个可以办成的一些 曾国藩那种人 你说他思想先进吗 这怎么才保守呢 他能成 他能成 这事情讲就远了 对不对 所以正好是明方教授在讲这事的时候 中国的道路是清楚 我们的问题就是 你明哲学也好 你康永远也好 这个有问题 如果我们都说康永远怎么好 怎么好 说慈禧太后怎么坏 怎么坏 这个事情说了一百多年了 你还用你再说下去 我也不想再说下去 所以这就是当然是种感慨 当然是种感慨 所以我想的话是说 不要去骂考诱 因为人有缺点是正常的 谁能说自己没有缺点 因为我想把国家变好了 康永远有自己很奇特的想法 今天看来很慌悠 这有什么奇怪 国家就这个样子 人知识水准就这个样子 有一次他说 有一次也有一个人说 毛老师你整天说康永远不好 我说你真是想错了 我们指着一个人的缺点 并不是说他不好 康永远成就这么大的事业 他就是一个书生 这个六平的主事 他把他天下搞得不太平 你搞搞看了 你有这大分色 可是你来一下 对不对 你说他蛊惑人心 你蛊惑一下给我看看 天下危难时候 所以说皮肤自拥 他也涌一下 这个事情 就是个道理 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去说 康永远什么什么坏 我们在批评康永远的时候 都是饱含尽力 尊重历史 户学变法以后 整个形势是开道成 侵害革命以后 整个形势都是在靠台上 我们不能因此 在历史上消灭了 但是如果简单的说 康永远怎么这么好 这讲了讲了讲了一百多年了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不是不是 所以我想的话 有很多人在讲这个事情 我要表达一下 你们要搞清楚 历史是怎么回事 也比较简单的 这个 这样的 刚才看到那是 聊天里面 有一些提出来的问题 对对对 有些问题 毛老师看 你 你可以挑着回答 对 第一个问题来讲的话 就说是 讲到那是 谢尊的云南大学 说户须变法 实际上感觉很接近 后来未必被保守 他本身保守 还是 用接近来保守 这个呢 来讲的话 就说 你看他在哪个点上 那在1898年 或者1898年之前 他以为可能 所以比较接近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后孔家店都被打倒了 那那那他 他当然就是保守 就是他那点点啊 变得不大 但整个背景变化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个人在水没动 但水本身流动 在流动的水当中 你在看这个人的时候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想的话 大概是你要看 到了特别是 武士运动以后 那谁愿意 革命形势起来的时候 康有为就变成个负面人物了 新海革命之前 那个是保皇革命之争的时候 他就是负面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主要看水 还是看人的问题 第二个来讲的话 是咱们来看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一同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一同 同的 之间呢 在新海革命之前 在户序变法之前 到了日本以后 户序变法以后 两个人小异 大概到了19 耿子事变以后 两个人分道扬镳 分道扬镳 不伤私生情义 两个人观点完全不同 政治观点 对人的态度 做事情 但互相不会骂人 对不对 所以 同和异 那么你要讲 他们良人思想 最重要的就是 梁启超原来100%的 相信康有为 是一个圣人 提出了 他后来他不信了 他那位康有为讲的东西 没有西方人讲的好 对不对 然后讲到了 基督教思想符合 大通三世说 这个就有点讲得远了 这跳跃可能稍微 稍微远了一点点 就是 迷兵会寒的基督教思想 大部分都说 大家都是在误解之中 把那个 把那个 和平主义运动 符合基督教思想 本身就是有一个 要加很多很多 弹式的那种 定论 把和平主义说成 迷兵会就是一个误解 所以说 这里面来讲的话 首先第一条 就是都在误解当中 如果逻辑推断的时候 都在误解之中 逻辑推断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用全程 我们都能用选择 那么你后面讲到的 那些问题都不成立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我一直讲 我现在教学生 你这是倒过来 叫他们逻辑去 就说你要把一个东西 讲清楚 它的概念是什么 这概念清楚了以后 暑假底 总差明确它 然后再来看 全程 还是选项 所以这些呢 就不要把它 一下子混在一起去 它指尖不形成 推倒关系的 后面一个同学讲是 康良失败和满汉 关系似乎有关 满汉关系肯定有关 就是你看官导多大 主要因素还是非主要因素 物需变法里面 满汉关系不是主要因素 物需变法的失败 最重要的一点 是 自己待会要权 他把权利上市 所以说来讲的话 不能 不能 一下子把一个非主要因素 变成一个主要因素来看待 而且 否定这个因素的也不对 否定这个因素也不对 就是说非常那个 还有说有什么联系方式 微信 我这个人的一个最基本点 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做一点平平静静的事情 不让人家来打扰 我也不会去麻烦别人 所以说我是不用微信 所以说如果有什么事情 我能做的我会去做 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聊天 请大家 大家原谅 我想还有一些问题 问题是大家如果说愿意听的话 可以再接着讲 大家觉得烦的话也可以结束 我把这些已经写下来的 我就回答一下 应该不会因为 这里有几个 还有几个 说明大家问题还挺多的 没有人会厌烦 厌烦的话大家可以先走 确实没有必要来跟个老头在耗 是与否就行了 昨天 明兵会 这大家都看见的 明兵会是否 是否就可以 这个事情 高学生的普遍是两人商议出来的 那本来是要有结果的 如果要这么一个黄道帝的玉子说不行 不符合当时办事的习惯 那你这个普遍出来是 你当时都是 这个玉子 说组合办理这个玉子是谁起草的 是翁同河起草的 哪能这么说话呀 对不对 但是不是翁同河 每个字都他起草 但你现在讲不起 但是这里面反映的有包括 光学帝那个词义里面 是包括翁同河的意思 至于无需之前 有没有其他人 推荐过 张有为 这个呢过去说的比较多的呢 就是张英环 从和平地开始说起 这个说法呢 已经持续了 70年 说张英环推荐 康有为 主要证据是两条 第一条 张英环跟光学帝两人关系特别好 见面次数二十多次 第二条 张英环跟康有为 关系好 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 一起聊天 至于张英环 有没有向光学帝推荐 这些证据一个都没有 所以呢 而且最近研究最好的一个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者 现在已经不年轻了 我现在叫明方也在家 年轻人 现在是不对的 马中文啊 所以马中文 他就坚定的相信 是张英环推荐的 不是共同学推荐 我跟我马中文说 那八个字 京春灭健康有为 八个字 这是光学帝自己写的 你不能把光学皇帝自己写的字 给你写 光学皇帝没写 谁推荐他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在逻辑上是有可能性 也有道理 但是我们历史学家是不敢用的 也不会否定 至于李鸿章要推荐康有为 为什么呢 最重要的点就是李鸿章根本见不到光学帝 而且光学帝也不喜欢李鸿章 李鸿章要推荐 只能跟自己太后推荐去 李鸿章不会干这事 他也就是说是 诗言上书问题 便反而来讲的话 那诗言人上书啊 有各种各样因素 有的是为了政见 有的是为的是文达 政见也罢文达也罢 这两个因素有可能都是合一的 这没关系 人都是有缺点的 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做一个小人物 你现在人家就不喜欢你来了 你在尽量让人在说 说什么 那大多数人也就是避祸了 大多数人也是避祸 所以说 而且 无需变法的意义 是过了十年以后 大家才觉得这个事情 当时没觉得 你看当时人的日记 对这个事情没有 十年以后革命了 大家说当年 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干了 所以说 这个事也是后人 最后讲到的是 官员不了解西方 现在是翁通合约 懂点阳翁 在鸦片战争的时候 谁具有外部知识 是阳商 也就是十三行的航商 大多数人 都不了解 我就在讲 那时候我们有最高学府 是什么叫 寒冷院 没有人知道外面是发生什么事 我们广州有薛海棠 薛海棠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软源他们办的 没有人知道外面的事情 到了洋务运动以后 我们办了同文化 那同了哪国的文化 我们还管了广方言管 广的是哪方的方言 但是我们对外部知识的了解 非常有限 或者说懂了 翁通合在日记里写 那些洋鬼是一群鸡啊 心里是看不起的 他们没有认为 外部知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 所以说 不能说他们不懂 但是 他们在懂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误解 包括像康有为这样的人 翁通合这样的人 都有很多的误解 这样的误解 使他们的知识当中 发生了很大的偏误 所以我看到 这些提问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就基本一点 就说 大家也都有一个全称判断在面 我们还是做了一个选项 就说 这个事情恐怕 恐怕 没达到那个程度 没达到那个程度 好 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提 已经够辛苦的了 毛老师 已经讲了快三个小时了 我这边没有问题 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可以下去了 那咱们就这样吧 那个问题就到这为止了 因为已经很辛苦了 当然那个我想说一句话 再多说一句话 因为多少年前呢 参加李不仲先生的六十大寿 当时这个李中青 就是加州学派的 有很重要的这个学者 李中青呢 就祝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那个看起来好像六十以后呢 就变老了 那个但按中国人的这个认识 但实际上呢 六十就画了一个圆 画了一个圆了 就变清零了 就零呢 就是清零了 你现在呢 是六十八也就是你刚刚八岁 所以你已经进入 零零后时代了 话不能这么说 这个是颠倒黑盘 问小是非的说法 八岁是八岁就是六十八岁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我们讲史诚 讲史诚 讲考拒绝 您的学术生命 学术生命正年新 那行 那我们就就今天就到这 那个最后是再一次的 向马老师表示感谢 非常感谢 也谢谢各位线上的同学们 朋友们 当然要特别感谢 咱们这个沈淼和他领导的清风学社 让我们整个讲座 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 好 再一次 马老师 谢谢 希望有时间 到处在北京 在人大校园里面 能见到您 好 谢谢 再见 好嘞 好嘞 再见 好 那我特出了 好 好 好 稍後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